好 最多的情緒是 這個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片子 然後裡面有很多辛苦的醫護人員 然後其實受到他們的感動 所以我覺得是這個 我不管拍什麼戲 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放飯時間 就是每天就期待 就訂什麼便當跟我們去 這個吧 整個拍攝電影的過程裡面 其實湧上了很多回憶 就是包含自己人生各個階段的回憶 跟自己有關的人 其實很多都在這個電影裡面 所以其實往往拍的過程 只要被他們一觸碰 就會出現這個表情 對我覺得因為這個劇組非常的溫暖 那因為我在林真真這個角色上 做了很多的功課 在這裡面我玩得很開心 那我們在裡面的互動就像是家人 所以在拍每一場戲的時候 都是這個心情 你們好像沒有開心的選項 你們這有陷阱嗎 沒有 最開心好像這個 因為 覺得很新鮮啊 真的啦 我覺得真的很好聽啊 因為我之前錄了兩次都沒有大禮包 這次有 對我就是在收集金馬電鍋 因為我老公家裡面也有 但我們就是 就是我們家裡就是要擺滿各種金馬獎的大種電鍋 煮很多飯就可以 吃飽就可以很壯 然後就可以很開心 的看金馬獎 祝電影越來越成功 Action 就我覺得金馬獎對我來講是一件 在生命裡面 嫉妒特別的一個事情 對我來說其實在人生的階段裡面 常常有迷路的時候 可是金馬獎就像 他就像一根繩子一樣把我拉住 然後帶我回家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表情富豪對我來講很重要 是金馬嗎 是金馬嗎 這種感覺 所以是 第一時間是愣住的 我想說 我怎麼這麼異常的冷靜 後來發現是 我還在裡面感受 直到晚上就發現自己失眠 好幾天 所以入圍金馬是非常感謝 一定要首先感謝金馬的所有評審老師們 有看到 真的我們真的很努力 在這部電影裡面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哭你 我跟女人不敢交近 這個 就是 謝謝金馬獎 記錄